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群下之神 今天带大家看看这台车 红旗H9的底盘的部分 现在我们的节操老师要失陪了 等一下就由我来全程第一视角讲解 拜拜 好 开始 可以看到它的底部有非常多的铝合金 它的整个前部分的铝合金的副车架 你看都是一个铸造的空心的一个铸造体 然后再加上这个形材 挤出形材 这样子结合就形成了它的这个全框式的副车架 悬架的形式呢 前悬架它是一个 上面有一个AB 然后下面是将下AB拆分成两根连杆 就是用这种双球角的方式 来让它的这个虚拟的主销呢 可以放到这里面的位置来增加它的直行的稳定性 这一点非常好 然后它的整根的转向横拉杆呢 从它的这个转向机 然后到这边的转向横拉杆的部分 全都是铝合金 包括它的里面的转向节都是用的一个铝合金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车呢 它是非常舍得投入成本的 连这个刹车碟的挡板呢 都是用一个铝合金的挡板 哇 真的是用料上面是非常厚道 然后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细节呢 就是你看它的这个防心杆 一般很多车它的防心杆呢 它为了这个布局方便呢会放在车的前半部分 它如果是用那种固定式的对向活塞卡钱呢 我觉得会更好 但是可能也是碍于成本的关系 对吧 所以考虑到它的整车的成本用料的话呢 用上这个浮动式的卡钱也无可厚非 然后再往后面看吧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速箱 整一个都是一个铝合金的壳体 然后它的电路板是放在了侧面 这个是它的变速箱的油底壳的部分 然后再往后看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传动轴的部分 这个是它的缓冲器 就是一块橡胶 让这个传动系统它的振动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消除 你看它都是软的 软性材质 但是问题就来了一个软性材质 它为什么要在上面喷上一层油漆呢 那这个油漆在你的这个传动轴 不断地扭曲的情况下 你这块橡胶它会不断地有变形嘛 那这个变形呢 就会把这个油漆膜 因为漆膜是没有弹性的 就会把这个漆膜蹦开 所以你看这里的油漆呢 已经开始脱落了 一直都在脱落 一直都在脱落 很快就掉光光 所以一开始不喷漆就还好 然后再往后看 可以看到它的排气管的部分 来到中间了 它这里呢 是有一个一开二的一个歪拍的设计 那我的猜测呢 是因为它本身是有个V6的版本 那V6版本呢 它是左右两侧各有两根排气管 然后来到这里啊 就很合理 这样所以呢 它就可以将四缸的版本 跟六缸的版本呢 就共用一个中骨 所以呢 就用这个一开二 然后再到往两边走的 这样一个排位的布局了 再往后看呢 可以看到它其实中间的部分啊 它可以做到更好的底盘的平整化 但是它只是做了两边的这个平整化 但是也还好 而且这个它不是只为平整而平整而是 这种纤维板呢 是有一定的吸音的性能的 所以这个也保证了这台车有一个相当不错的MH的水平 然后再往后看 可以看到整体的后面的副车架 这个大型的后副车架呢 它也是用铝合金来制作的 这个也是几处的形材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柱件 是一个空心的柱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用料上面呢 真的是非常舍得用铝合金 悬架的形式呢 是这个上面有一根控制壁 一根竖角壁 然后下面是一个一大坨的一个H梁啊 这个H梁真的是很大一块 不过呢 不用担心 因为首先第一它是铝合金 第二呢 它是空心的 怎么证明呢 我们去把这个盖子打开 这个盖子呢 其实就是一个防止一些层呢 去污染的里面 你可以看到了 完全就是一个空心的状态 那这种下摆壁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布置一个更加大型的衬套 然后它的这个弹簧的支架呢 也可以直接整合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弹簧就可以放在不影响车厢 也不影响后备箱的空间的这个位置了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副车架跟车架之间 这个衬套呢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块 你看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副车架可以说是浮动式的连接啊 它不是直接连在这个车身上的 而是用一个衬套啊 把它做一个悬浮的状态 这样子呢 它就会有一个更好的行驶品质 因为这台车用的轮胎呢 相对还是比较薄 你看245 45 29 45的扁平比 但是要保证它的行驶舒适性呢 就必须要在这个悬架的衬套 还有副车架的衬套上面去下更多功夫 让它可以隔绝更多的细碎的振动 然后哦 这边有一个阻尼块 就是可以提升整车的MH的表现 可以让这个车身呢 不容易发生这个跟路面的激励产生的这个振动 不会有很多的共振的问题啊 OK 然后这个尾骨啊 看上去特别特别欧系 特别像那个宝马的车的那个尾骨 它的这个焊接的方式 还有这个中间打的这个这个槽啊 都特别特别像一个宝马的尾骨 也有点像那个Remus 或者是Sabring的那些改装的尾骨 所以这做工方面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嗯 然后这边也有一块小小的 你说扰流板也好 你说是可以有一定的隔音效果的 一块纤维板也好 所以总的来说 其实 从这个底盘来看啊 这台车真的是用料上面还挺厚道的 看得出来这个是一台有用心 有花成本 有花物料上去的一台车 那所以整车的高级感呢 不仅仅是说这个车它调校调得好 而且是真的是在用料结构方面 都做得非常出色 包括它的发动机布局 你可以看到 它的前面这个空间非常的大 这个非常的大就意味着这个发动机 它本体呢 是放得非常靠后的 你看这个发动机 它的最前端是在这里 然后它的前轴轴心是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一个发动机一半 都是压在了这个前轴之前 所以有非常接近一个前中置的发动机的布局 所以它的整车 前后的配重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台中国的 国产品牌中的标志性品牌 红旗 它的旗舰轿车H9 真的是在用料上面是非常的用心 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一个中国最高用料水平的 一个感觉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中国品牌的红旗 能够坚持这样下去 高举高达 我相信红旗这个品牌 还可以再往上走一个台阶了 好了 这期的群下制程就到这里了 拜拜 哦 拜拜